林郑政府去年成立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,并展开为期年半的规管劏房研究。这份研究报告最终在上月31日向外公布结果。 即时的反应是颇负面的。因为报告提出租管措施是会产生不少不符原意的结果。unintended consequences,令整个租管原意变成好心做坏事。 现时工作小组建议参考私人住宅租金指数规管劏房租金调整。 但却没有任何措施来来定开始的租金水平。这便相鼓励务劏房业主大幅增加这方面的租金。以补偿未来不能收取过高的租金调整。 在这过程中,劏房业主大多会在租管实施前先赶走现时的租客,之后便会定立一个相当高的租金水平来出租劏房。 如果政府真是天真到相信大部分劏房业主不会作以上反应。 不者只能说这班高官真是超离地,特别是运房局副局长苏伟文是学者出身,他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 为了保障劏房租客逐租的权益,工作小组提议设立二家号二的优先逐租权,即是完成两年租若可以优先逐租两年。 这题以看来是保护租客的租住权,但真无两头利。 因为优先逐租权,对业主来说,是一项限制,最终只会给予业主一个有因来增加起租时的租金水平,来补偿减少选择租客的自由度。 二家号二建议看此对租客有利,但由于起租水平是针对新租客,因此,优先逐租权反而成为劏房租客继续租下现时住开的房间的有因。 以免因为租入新劏房时要面对更高租金,然而,这个优先逐租权却成为租客不搬走的理由。 即使现住的劏房未必是最好的选择,但不少民宪以指出减低租客流动性只会导致资源分配效率下降。 对整个社会来说,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 从业主的角度来看,当租出劏房后,由于未能短时间内增加租金,控制成本变会变得非常重要,以维修劏房的支出为例。 业主在租管的影响下,会否减少这方面的支出。 答案是显而易见,虽然工作小组报告提议可以将维修支出扣税,但始终扣税有上限, 而劏房大多在年龄较高的大厦营运,所以即使可以扣税也未必能够完全抵消支出。 因此,不者始终担心一旦实施租管,劏房的居住质素可能会变得更坏。 最后,租管劏房肯定会令劏房供应减少,但由于劏房需求强劲,减少供应会否令租金升得更急, 或甚至供求变得更加失衡时,可能令一些条件差的劏房租客租不到劏房呢? 此外,劏房租金高企是事实,但面对同样问题的龙屋住户是否应该得到政府的同等关注呢? 这个不公的现象似乎大家忘记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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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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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 Party